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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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下午好 早些点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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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时间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交流 今天我们的交流的主题是 禅修和禅修当中的生活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将禅修当中的生活和生活当中的禅修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学习压力 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等等有太多太多的压力 然后这些压力呢 跟我们的这个心灵制造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2500年前的一个古老的文化当中 可以寻找一个方法 我们的理由 我们的关系 我们今天说到的关系 每天生活和每天生活 是因为我们现代生活 生活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使用很多困难 和困难 而困难 而困难 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 而是在理解 这些困难 我们常常没有很好的答案 所以是因为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 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完成很多很多的工作 必须要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 必须要完成很多很多的工作 必须要完成很多很多的工作 必须要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人的心 精神 它是有一个显毒 只要没有超过这个显毒 它就可以承受这些压力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显毒 那么人的精神就会开始崩溃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需要一种方法 这个对现代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 同样地面临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就叫做心灵危机 那么这个心灵危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 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抑郁症 焦虑症等等 这个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就是它的主要的一部分 在美国短短的四十年当中 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增长了十倍 那么 那么 抑郁症在四十年前 抑郁症的患者的平均的年龄是二十九岁 四十年以后呢 这个孙子下降到什么程度呢 抑郁症的平均的年龄就是十四岁 这就是说八岁,九岁,十岁这样子的小孩也有抑郁症 那么这个抑郁症呢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的报告当中 就是说二十一世纪人类三大杀手之一就是抑郁症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三大杀手就是 癌滋病,癌症,然后就是抑郁症 然后呢二十一世纪 自杀也是一个人类的一个第三大杀手 那么自杀的八成,百分之八十都是因为抑郁症 那么我们二十一世纪为什么人类面临一个这样子的心灵的危机呢 按理来讲 因为我们今天的交通通讯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 是比我们的祖贤的时代就是空前的发大 那么按理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很满足的很满意的 应该是很有幸福感的 但是恰恰是相反的 我们今天就是越来越没有幸福感 全世界的幸福之数都在下降 没有一个幸福之数是增长 然后这个抑郁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在下降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 自己是一个人 这样子以后大家都感觉到很孤独寂寞 在这个社会当中 没有人来关心 没有人来关爱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觉得离其他人有一个很大的代沟 很大的距离 这个就是让我们制造抑郁症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大部分 另一个大部分 对抑郁症的主要是 那些关系和关系 对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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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下降 很多人感觉很独寂 对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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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这是六十年代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在西方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就是美国和英国两个地方做了调查 那么调查的内容就是文券 每个人都闻同样一个问题 同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能够相信大部分的人吗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调查的报告显示 百分之五十八的人的回答是相信 他们相信大部分的人 然后1989年的时候 就差不多是三十年 二十八年以后呢 又做了一个同样的调查 那么短短的二十八年当中 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基本上就是一半 那个时候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回答他们相信大部分的人 其他人的回答都是否定 那么这些都是科学 这些都是有数据的 这些数据就是显示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新人一直都在下降 然后呢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种心灵的疾病 就是像抑郁症之类的比较严重的 疾病就是越来越增长 这个就叫做心灵危机 今天我们现代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从物质的角度讲 是非常富裕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的今生是极度的贫困 从今生的生活角度来讲极度贫困 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信仰 不管是在这个社会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的需求 那么这个基本的需求呢 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精神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肉体的方面 人 什么叫做人 就是精神和物质 也就是我们的肉体的组合体 叫做人 因为我们人的一部分是物质 另外一部分就是精神 所以它就是有精神的需求 也有物质的需求 所以我们有精神和物质的两个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不同的生活的领域 一个叫做物质生活 另外一个叫做精神生活 那么这两个生活当中 任何一个当中 如果得不到我们的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这样子的话 我们同样一样的会感受到痛苦 但是在这两个当中 我们人首先它要考虑的就是物质生活 当我们的物质生活 这个领域当中的需求 基本满足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去思考 今生的需求 今生的生活 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追求的过程 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条狗 同样关在一个屋子里面 三天不尺不和 然后第三天 从这个屋子 两个生命 一条狗和一个人 同时放出来的时候 它们的第一个的追求是什么 这个时候的人的追求 也就超越不了狗的追求 两个生命同样的去追求一个 那是什么 就是食物和水 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去想 哲学 医术 宗教等等 他们就只想到一个 那就是食物 那么这个时候 在第一个问题 就是文保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保问题 也就是物质生活当中的 这个最基本的需求 解决了以后 当人和狗 照到了水和失物之后 然后人就会有另外的追求 然后狗永远都是这个追求 不会有另外的追求 但是这个追求的目标的这个专益 目标的专益 比如说人与狗刚刚放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追求的目标是食物 但是在这个食物这个上面 得到了满足的时候 立即就要转变追求的目标 如果在这个时候 转变不了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出现我们今天讲的心灵危机 If at this point when the dog and the human have been released from the room where they've been kept locked up for three days if after the immediate need for food has been satisfied the human is not able to engage in transitioning their priorities to another realm then we get the emergence of a situation like we have today 那么我们这么几百年 大家都拼命地去追求物质 然后我们全世界的物质 有空前的发达 但是在这个时候 基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我们还不懂得专一目标 还是继续 还是在物质上 这样子的话 那么在这个中间 这个过程当中 会出现了心灵的危机 所以我们存在一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已经在数十年代 发生了一种状态 而成为了一种状态 的物质量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理解 我们能够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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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出现 我们会出现 这个状态 我们在这种状态 我们已经有了 在这种状态 没有物质 我们没有办法生存 但是我们对物质 或者是物质对我们的 有一种过高的美丽 过高的吸引力 那么这个不是它物质本身的 不是物质本身的美丽 而是我们跟物质有距离 这个美丽就是在距离当中产生的 我们为人生持权末 宝贝是神称的 为了物质的人生持权末 而我们 charts着着外相宝 然而是欺质的逝护 产了这些物质的可爱 那些物质的其兴养 是不作为物质的 状传上的东西 当我们贫穷的时候 我们对物质有一个过高的期望 我们一直都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有庞大的物质财富 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 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没有理由不幸福 这个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个追求 总是有一个追求 所以我们的生活不会觉得很无聊 所以这个精神上的问题 不是那么突出 不是显得那么明显 不仅仅是物质 比如说金钱 还有民生 地位 权利 这些所有的东西 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是有非常相当大的吸引力 这些所有的吸引力 这些所有的美力 都是这个距离当中产生的 如果有一天 明 利等等 这些东西跟我们没有距离 零距离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发现 原来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心中所想想的那样子 以及那些物质 whether it be money, fame, status, power, privilege, etc. It all operates according to the same logic. The appeal of all of these things is generated by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where we currently are. In the event that we finally are able to enjoy these things, we will discover the natural fact they're not like the way we imagined them to be. So, if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we will give us two people, it will give us a very useful effect. One is, we have already been living in a distance between them. So,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will get a problem.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who are really detrimentally impacted by this situation. The first is the kind of person who has reached a point where there is no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these objects they've previously desired, whether it be material things or wealth or status or fame, etc. and it's when they reach this point of zero distance, when they've satisfied or they've got all of these things, however, they're not striving for anything beyond these, that they feel an intense sense of meaningless from their existences because these things that they previously felt were able to bring them much happiness, they now realize are not able to do this. The second considerable effect is that many people have never arrived at 这种物质的财富积累到这种地步之前 平民地去追求物质 在这个当中给自己制造了太多的压力和焦虑 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们很多人因为工作的压力 然后就是对未来的焦虑等等 也就是产生了更多的心灵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人的最理想的生活 一个人的最理想的生活 是精神生活和无知生活 达成一个平衡的状态 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与严重的社区平衡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心灵当中 我们的内心当中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都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们很多人总是觉得 还有不满足 不满意 还有有一个缺乏什么东西 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然后我们感到 今生上感到极度的空虚 空虚以后呢 我们感到无聊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在哪里 然后甚至有些人还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活着 活着的理由是什么 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很多人 获得非常非常的茫然 所以我们很多人获得非常非常的茫然 So given this to be the case many people feel a great sense of emptiness This leads to a sense of meaningless Basically a complete confusion over in fact what is the overall point in living And it's for this reason that many people live in a very unclear and confused state 这个时候我们总是觉得缺乏什么东西 缺乏了什么呢 这物质生活当中没有缺乏什么 至少基本的需求完全是可以满足的 没有缺乏什么东西 我们为什么还要总是觉得缺乏一些东西呢 那就是因为今生上今生的生活不是很富裕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不满足 总是觉得缺乏一些东西 The reason in this situation that many people have this sense that they are still lacking something lacking a certain something this is no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are lacking in respect of their material lives this is clearly not the case The sense of lack is generated due to the fact that many people are lacking a very poor in respect of their spiritual lives 如果在物质生活当中缺乏了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自己很清楚的 非常清楚 比如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 我们知道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就是水 然后呢 当我们饿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就是食物 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in respect of our material needs or our physical needs we're very clear about how to go about addressing them if we are thirsty we know we need to drink water if we're hungry we know we need some food 但是在这个精神生活的淋雨当中 它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也不清楚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 however in respect of our psychological or spiritual lives many people have no idea of what they need to satisfy their needs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去招心灵医生 and for this reason many people seek the help of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那么心灵医生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吃药 and their primary means for resolving this situation is to prescribe medication 就像美国在2006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抑郁症的抗抑郁剂 等这些心灵的这个药物上面呢 就是花了760亿美金 in 2006 america spent 760 billion dollars on antidepressants 但是这个抗抑郁剂的这个作用 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影响到人类的这个思维的活力 the effects of antidepressants there are positive effects and negative effects in terms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ne of the big ones is the impact that taking antidepressants has on our mental faculties 所以通过药物来指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最理想的 so this isn't the most ideal way taking medicine of addressing our mental problems 最理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心灵的方法去治疗心灵的这个疾病 the best way of addressing problems of the mind is to use methods of the mind 人类的身体和人类的精神 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 它有个自愈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肌肉受伤了 那么药物的作用是什么呢 药物的作用就是消毒 杀菌 预防感染 真正的它的恢复是它自己的 自己的功能 它就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 治愈的功能 完全可以恢复的 这是人类的肉体的功能 so our bodies and our minds have their own self-healing mechanisms so just as when we have a cut on our skin the topical medications we apply are really only achieving an antiseptic or a sterilizing function in fact our skin our bodies themselves have the innate capacity to heal themselves 同样的我们的精神 受到伤伤的时候呢 它也有一个自愈的功能 那么我们要找到一个 能够给我们的精神 消毒的 预防感染的这样子的方法 让它自己的能力去恢复 and in actual fact our minds too when they sustain injury also have the capacity to heal themselves so what the challenge for us is to find a method or a way to provide a sterile and proper environment for our minds to engage in the self-healing process they are innately equipped to do 西方的科学当中 比如说物理学 有相当大的进步 然后生物学 有相当大的进步突破 唯一一个心理学 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发展 in respect of fields of western science physics has made great advances biology has made great advances but essentially the one field that has been limited in its advances is psychology 当然这个不能说 完全没有进步 尤其是这个 最近的二十年当中 心理学家 西方的心理学 也有一些新的转变 有一些新的看法 有一些新的突破 但是总的来说 最没有进步的 就是心理学 of course it's not possible to say that psychology has not progressed itself especially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fields of new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within psychology however looking at it overall the field which has exhibited the least development or progress is psychology 所以我们今天的 大多数的心灵危机 通过心理学来解决 这个还是有 还有很大的 这个时间 也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很大的褒动 有一个不足的地方 so it's for this reason that if we rely on methods or strategies derived from psychology to address the mental and spiritual crisis that we're facing today that we have a situation where we are inadequately equipped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在 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 去寻找一些方法 what we can do in this situation though is turn to the a tradition 2500 years old to look for some viable answers 在人类历史上 看来 一千年前 或者是两千多年前 是人类 就研究我们的 今生 在这个方面 非常有成果 非常回晃的时候 in terms of research into the human mind one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wo thousand years ago were eras that produced great results they were very flourishing eras in respect of this research 所以这个当中 我们一定会能够 找到一些方法 以后我们的方法 找到一些方法 射合我们的方法 and today wha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o everyone is two methods or approaches from the buddhist tradition 那么这个 这两种佛教的方法 我们今天在座的 所有人 都可以用 不管是比如说 是新基督的 新其他宗教的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信仰的 无神论者 威武论者等等 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and these two approaches or these two methods are ones that can be applied and practiced by anyone regardless of what their own religious background is or philosophical stance on religion is 佛教里面的 很多的方法 它其实就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 一种训练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 今生上的一种 训练的方法 那么这个训练的方法 如果有信仰 在信仰的基础上去修 就叫做佛教的修心 如果没有信仰 那么没有信仰的基础上 去做 那就是我们的 平时的一种 心灵的疗法 Many of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practices and techniques are ones that are essentially techniques for training the mind and if one applies these techniques on the foundation of a religious faith then one is called a Buddhist however if one applies these techniques and engages in these practices without a religious faith then the techniques themselves nevertheless function as healing techniques for the mind 这两种方法 就是当我们自己去干物 自己亲身去体会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 这两种训练的方法的 这个小果 and it's through undertaking these practices ourselves applying them in our own lives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eir effectiveness 现代人 直到要锻炼身体 锻炼我们的肉体 但是呢 很多人 不知道要锻炼自己的精神 everyone these days knows the importance of exercising their bodies but few people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imilarly exercising their minds 我们比较注重 五指 就是忽略了 精神上面的很多的训练 和精神上的很多的问题 so given the greater priority that we place on the material many of us neglect issues of the mind and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spirit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两个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生活当中的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禅当中的生活 就这两个 so the first of these techniques or practices that I'm going to introduce today is 生活当中的禅 is meditation within everyday life and the second is everyday life within meditation 就是说我们通过一种训练的方法 就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以用 the reason that I refer to it as meditation in everyday life is because it's meditation practice that we can engage in our own homes it's not necessary for us to go to isolated places or to monasteries and engage in very ascetic meditation practices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禅修当中的生活 然后这个训练了以后呢 我们的生活可以 不离开禅修 不离开禅修 不离开禅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生活 可以工作 所以叫做禅当中的生活 and in terms of meditation or life within meditation we're referring to a situation where our everyday lives our activities our work essentially happe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our meditative practice and in fact is not separate from it 然后禅 什么叫做禅呢 禅就是 几千年前的 印度的 古印度的 这个翻文当中的 一个词 它的意思 就是人的心 平静 达到一定的水平 这样子的意思 when we refer to the word chan in respect of meditation this is a word that was borrowed from ancient india and it refers to calming one's mind bringing one's mind into a state of tranquility 在古印度的 翻文当中 禅就叫做 samanda samanda的意思呢 就是 井 吕 唐朝的时候 像唐玄庄 发誓 他们的翻译 的时候 这个 samanda 就是翻译了 两个字 就叫做 井 吕 井 就是把人的心 拼静 拼静 平时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的意识 一直都在波动 而且这个波动的 幅度是相当相当大的 那么 现在我们通过一种方法 把这个波动的幅度 减少 最后就是 见到一个 一个水平线 这个就是人 这个时候人的心 是非常的临近 非常的平静 要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 它就出现了 第一个字 井 然后律是什么呢 就是去思考 思考问题 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了以后 我们的心就能够专注某一个事情上 去专心地去向 所以可以专注 平时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 包括学生 还有很多的人 向专心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心立即就分散 没有办法几种 然后没有办法几种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相发 各种各样的碾头 横肺 然后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去专心地做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很多人感到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And Lu refers to the after we have brought our minds into a calm state being able to then reflect or engage in a process of analysis or contemplation In fact many people these days students in particular frequently find themselves being unable to focus on tasks When they sit down to do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concentration they find their minds flying off in all kinds of directions And this causes a lot of people to feel very perturbed 在学校学习压力 在社会上就是工作压力 在家庭也有家庭的压力 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在这种搞牙侠工作学习这样子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变得非常的浮躁 不仅是浮躁 而且是狂躁 暴躁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逐渐逐渐每一个人的脾气 就变得越来越怀 越来越暴躁 Whether it be in our work lives or study lives or home lives everybody today faces a great deal of pressure and in this great pressure cooker of our contemporary existences people's minds are becoming more disturbed more turbulent more restless and for this reason people are becoming their tempers are getting worse they're becoming more restless and suffering the results of this lifestyle situation 这种变化就是一个我们的心理的一个自然的变化 一个自然的演变的过程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心灵的训练 这样子的话 那么人的心一定往这个方向发展 这个不是人变化 而是我们的心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为什么这么发展 这个就是它的客观的 很多很多的客观的条件 很多客观的因素决定它的发展的方向 这种因素是一个通平的选丙一个体验 选丙改变化 这种情况是在一种选丙的?... 在回答度的选丙与一些点选丙的预癌 不是一个人发生悟了 还是有人造成悟 wave 这是一个体验的 人理的人 不是一个人论法 与选丙与的选丙的选丙的改变的 And so without intervening, without training the mind, then it's a given that the human mind will continue along the negative course that it is currently heading. So the fact that our minds are becoming more disturbed, more turbulent, more explosive is not just a state that we suffer in our awakened moments, it's also something that many people experience in their sleep too. So for this reason, many people suffer insomnia and poor sleep quality. 如果不失眠,那也就是睡眠的质量相当的差,虽然是睡了很长时间,但是睡眠的质量相当的差,就是一晚上都做各种各样的梦,而且就是做很多很多的噩梦。 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睡眠的质量下降了以后呢,人就都不到休息。 这样子以后呢,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工作的效率,学习的效率都特别特别的差。 So for those people who don't suffer complete insomnia outright, they may suffer just overall very poor sleep quality. They might have a situation where every night, for example, they have countless episodes of bad dreams, etc. The result of not being able to obtain proper rest at night is that the following day, one's work and study or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suffers, and efficiency is detrimentally impacted upon.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把人逼到这个崩溃的边缘上。 但是我们仍然还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So in this situation, many people have found themselves really pushed to the limits of their threshold for coping. But in terms of what to do about this situation, still many people have no idea. 那是因为我们不关注我们的精神,精神的领域,精神的本质,精神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的发展和心灵的本质,我们不去关注,太不了结我们自己的心灵,就是这个原因。 And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o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ir minds, the nature of their minds, the needs of their minds, the state of their minds. And so this situation is really due to a fundamental lack of understanding in these respects. 肉体是我们人的一部分,精神同样是我们的人的一部分。 我们的肉体有生病,就是要看病。 同样的我们的意识、心灵有问题的话,这个必须要及时的解决。 So just as we have a physical aspect to ourselves and a psychological aspect to ourselves, when we are sick, when our bodies are sick, we know we need to see a doctor. And similarly, so it is, when we are suffering psychologically,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take immediate measures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物质决定我们的生活的水平,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可以很高。 但是生活的质量不是物质,不仅仅是物质决定。 生活的质量除了物质以外,还有精神来决定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In terms of our quality of life, the material real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it is not the only factor that determines our quality of life. The situation of our minds, our mental well-being is also a vital factor here.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训练自己的心灵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可以很高。 但是这个水平很高的生活其实没有品质,质量很长。 这样子以后我们同样的感觉不到幸福。 So it's for this reason, if we don't or aren't able to train our minds, then despite the fact we might have objectively speaking a very high level of material existence, the quality of our lives won't be high, and we will find ourselves not being able to derive a sense of happiness. 然后我们把心灵的这种负面的能量传递给家人,传递给同学,传递给同事,朋友。 这样子以后呢,不仅仅是自己感觉不到幸福。 而且利我们嘴经的这些人都不但是感觉不到幸福,而且他们都心里很烦,很肤躁。 凡是跟这个人有经举力的接触的人都受到这种负面的影响。 最后大家都弄得不开心,不幸福。 And the negative energy that comes about as a result of not being able to derive happiness from our lives is something that we spread to others around us, those with whom we have the closest amount of interaction and contact, our friends, our family members, our co-workers, etc. And the result of this is that in the end, it's not just ourselves who aren't happy, it's not just ourselves who have minds that are restless and disturbed and turbulent, but all of those around us end up being essentially in the same situation. 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么如果有佛教的信仰这样子的话,除了这个最基本的训练以外, 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大家可以自己可以去学习。 好,首先我们讲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禅定。 那么生活当中的这个禅定。 我们每一天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训练。 最好是每一天,每一天就是要安排一个时间去训练。 So in relation to meditation in our everyday lives, 就像我们很多人每天固定的时间当中跑步,或者是到健身房去健身,一样的道理。 And it's just the same idea as setting aside a fixed time every day to go for a jog or go to the gym. 这个时间最好就是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 四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And the best time for reserving for meditation practice is in the morning, first thing after we get up a period of 40 minutes or an hour. 如果是时眠的人,那么就是在这个水饺之前的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这样子的时间是最佳的时间。 For people who suffer insomnia or poor sleep quality, The best time to engage in meditation practice is 20 minutes or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to sleep or go to bed at night. 首先有一个身体上的这个姿势。 身体的姿势,有七种身体的姿势。 这个我们刚刚训练的时候也是比较重要的。 There are seven basic meditation postures that should be observed in preparation for a meditation session. In the beginning, when we're beginning to learn meditation, It's quite important that we observe these points of meditation posture. 还有呼吸的方法,第二,第三就是我们的心的这个冥想的方法, 就是主要是这三个。 And the second stage of preparation for meditation involves exercises related to our breath. And the third stage involves setting our mental aspiration for the meditation session. 身体的姿势,第一个。 如果腿方便的话,就要叛退。 就是要这样子叛退。 但是如果腿有,比如说腿不方便,叛不起来。 这样子的话,我们坐在椅子上,坐在沙发上。 这样子也可以。 但是它的要求就是要腿叛起来。 这样子叛起来比较好。 So the first of the seven meditation postures is sitting cross-legged or in the lotus position. If this isn't possible for people, if it's uncomfortable, then it's also possible just to sit normally on a chair. However, the best way to sit is cross-legged. 第二个。 第二个姿势呢。 左手。 请大家看这里。 左手放下面。 然后右手放在这个左手的手心里面。 右手放在上面。 两个大拇指。 盘头。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个手。 这个叫做禅钉的手银。 这个。 做好了以后呢, 放在肚脂下面的四个手指处。 叫做丹天。 就放在丹天这地方。 第二个。 这个。 第二个。 第二个。 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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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简进, 五十四个。 部门十四个。 还有一个。 如果, 这样子也可以。 可以手左右手可以放在膝盖上面 左手把膝盖住膝盖 左手也就放在这个左边的膝盖上 也可以这样子 自己喜欢哪一个姿势都可以 这两种姿势都可以的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大多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姿势 第三个姿势 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 这样子张开 不能这样子 因为让胳膊张开了以后 我们背后的肌肉 都可以达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当中 所以我们尝试见大左的话 也就不会不舒服 第三个姿势我们必须要注意 是要保持我们的肩膀 稍微放松 保持我们的肩膀 稍微放松 如果我们的肩膀太强了 我们会受到肩膀的迫力 在背后的肩膀 所以保持我们的肩膀 稍微放松 然后我们的肩膀放松 并而且开放松 并且开放松 以终于的维持续络织的销售 第四 身体要端正 不论是向右外 向左外 向前 向后 都不能外 要端正 但是呢 不要太用力的去端正 不要太用力 自然地断疹 第五 头稍微往前 脉头下稍微往前抵 然后第七 滴流 眼睛往前 往下抗 往下抗 也不能闭着眼睛 半逼的状态 半逼的状态 往下 往下的意思就是往下 我们大左的时候就是往下面看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修禅定的时候 它会要求我们 我们的眼睛要看 对面的某一个东西等等 这个就是特殊的情况 在一半的情况下 就是往下抗 半逼的状态 我们省下眼睛毛 到我们眼睛的颗 通过的眼睛 佛有些人 通过有些人 必须我们 较自己上眼睛 扔重一点 我们很多人大作的时候就是喜欢闭着眼睛 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因为闭着眼睛以后 就很容易昏沉 第七就是呼吸 呼吸从口腔两个鼻孔 就是很自然的呼吸 不需要刻意的去调垮或者闷 很自然的呼吸 好 这个就是身体的姿势 我们以后大作的时候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身体的姿势 还有大作的时候 我们还要准备一个缠垫 叫做缠垫 缠垫就是大作的时候 放在屁股下面的一个垫子 叫做缠垫 缠垫跟我们的其他的沙发 椅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缠垫的喉稍微高一点 前面就稍微矮一点的一个这样子的垫子 这个我们有些寺庙可以去卖 这个缠垫 或者如果没有呢 自己可以做 衣服可以后面垫高一点 前面稍微矮一点 这样子呢 长时间大作是比较舒服 不会累 so in addition to these seven points of meditation posture another thing that we need to prepare is a proper meditation cushion and a proper meditation cushion is one that is slightly raised at the back and slightly lower at the front there are meditation cushions some sold at some monasteries if we don't have one we can elevate a normal cushion at the back by propping some clothes or something else underneath it 好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心中的垃圾情绪 什么是垃圾情绪呢 我们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和正面的情绪 我们首先把人的情绪 可以分成两种 正面的和负面的 the next stage of preparation that we move on to is expelling our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然后负面的情绪呢 我们可以再分两种 一个是毁灭性的情绪 另外一个就叫做负面的情绪 负面性的情绪呢 比负面的情绪 还要严重一些 it's possible to divide negative emotional and mental states into the first nega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and then a second category destructive mental states the second is more serious than the first 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 学习压力等等 就是因为这些压力 产生了 就是不高兴 不开心 犹豫 这样子的情绪 叫做负面的情绪 so the pressures and the tensions that are generated through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in our work life and our study life etc these kinds of mental states or moods are what we refer to by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然后对这个社会 或者是对某一个人 或者是对家庭 得这个抱怨 仇恨 还有就是过度的这个欲望 非常强烈的欲望 等等 那这些情绪 就叫做负面性的情绪 负面性的情绪 它不仅仅是负面的情绪 而且它有很大的杀伤利益 所以叫做负面性的情绪 它会负面自己 也会负面别人 所以叫做负面性的情绪 feelings of anger of resentment hatred or excessive desire in relation to society at large or particular individuals we refer to these as destructive thoughts or destructive mental state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because they have a great destructive potential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ir destructive potential for oneself but also in respect of others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在每一天 我们的心里 就是出去了 就是太多太多的 这样子的这个负面的情绪 我们累积了太多太多的 这样子的这个情绪 所以我们在大佐禅秀之前 把我们心中的这些垃圾情绪 我们现在 涌的这个垃圾情绪当中呢 负面的情绪 贿面性的情绪的总成 就叫做垃圾情绪 然后把这些垃圾情绪 全部要清空 全部要清理 否则的话 我们的心里 装着慢慢的这个垃圾情绪 然后再去大佐 效果自然就不会好的 而是因为在继续的生活中 我们在继续的生活中 我们在继续中 集中很多 many negative emotional and mental thought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cleanse ourselves of them or purify ourselves of them prior to engaging in meditation. We can refer to negative mental states and destructive mental states collectively as garbage mental states and it's necessary that we empty our garbage mental states from our 我们把这些垃圾情绪 清理 清空 以后再去打灼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禅定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垃圾情绪 清理 清空 以后再去打灼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禅定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那么这个垃圾情绪我们怎么样去清理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呼吸的一种方式 还有再加上一个冥想的方法 通过这两个方法把垃圾情绪清理 And the way that we go about getting rid of these garbage mental states is by relying on our breath Breathing exercise and visualization process 请大家看这里 我们首先这个也有一个方法 我们呼吸的时候有一个方法 首先这个坐手的小手指上面 刀数第二个叫做无名指 我们用大拇指 把这个无名指的指根 恩柱 恩柱 这个为什么要恩柱呢 这个里面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现在我们暂时 先不用去学这个 它的原理 我们暂时去用就可以了 恩柱 恩柱以后呢 把其他的四个手指放在这个木质上面 这个叫做 这就是一个拳头 用佛教的话来讲 这个叫做金刚拳头 We start by bringing the thumb of our left hand to the base of our fourth finger which we refer to as the finger of ignorance and we close our fingers over the thumb and make a fist and we call this a vajra fist 然后我们的左腿和右腿的推根 有静脉和动脉 然后这个金刚拳 左手的金刚拳 放在恩柱 做推的推根的学美 恩柱这个学美上面 and we press this left hand that we have made into a vajra fist into the channel point in the fold of the top of our left thigh 同时 右手 请大家看这里 右手也是跟刚才一样 我们把母质 恩柱 这个五明治的直根 然后四肢伸出来 其他的三个手指 就是刚才这样 四肢伸出来 然后手心草伤 放在膝盖上 先放在我们的膝盖上 手心草伤 这样子 然后 对行 这个 and with our other hand we also bring our fourth fingers over our thumb plates pressed to the base of our fourth finger extend our index finger and lie it to start with on our right knee 好 然后呢 然后我们用这个右手 右手的食指这样子上来 恩主这个右边的鼻孔 恩主右边的鼻孔 然后我们深深地吸一口气 恩主以后 或者是没有恩主之前 这样吸一口气 然后恩主 恩主了以后 从左边的这个鼻孔当中 我们就拍出齐 这样子 一次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一个明香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佛教里面一般叫做观香 其实观香明香就一个意思 观香 观香什么呢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 毁灭性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垃圾情绪 所有的这些垃圾情绪 都变成了一个 黑色的气体 黑色的 这个黑色的气体 就是又脏又黑 这样子的黑色的气体 然后呢 从我们的这个 左边的鼻孔当中 拍出去 嗯 And as we're engaging in this exhalation we also combine it with a visualization what we imagine we are doing is expelling from our left nostril all of our negative mental and emotional states our destructive thoughts our garbage moods etc and we imagine that all of these negative mental states are taking the form of a very thick filthy black vapor and that they are leaving our body vire our left nostril when we exhale the breath 这个非常有效的 我们平时 我们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就是很累 疲劳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遇到一些 不喜欢的人 或者说 听了一些 这个不开心的话 然后心里很焦虑 很不开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个不开心的 这个情绪 观想 明相为 这个黑色的气体 从鼻孔当中 拍出去 这样子 这是一种 心灵的一种 训练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这个试图 这个试图 是非常有效的 它是一种 我们也能够 在每天的生活中 在生活中 当我们感到 感到疯狂 我们感到 感到疯狂 我们感到疯狂 我们感到疯狂 我们听到 新闻 不喜欢 或当我们遇到 一个人 我们不喜欢 it's possible for us to visualize these negative feelings in the form of a black vapor and to expel them from our minds in this way. So after we've done this exercise, three times expelling the negative thoughts from our left nostril, we then repeat the exercise on our right side, so expelling these negative thoughts in the form of a black vapor via exhaling from our right nostril. So we do this three times on the left, and then we do it three times on the right. Thank you. The third time we bring, we make fists with both of our hands and place both fists into the fold, the channel point at the top of our thighs, and we don't block our nostrils, we breathe, we exhale from both of our nostrils, and we repeat the process three times using the same visualization. 好,这个结束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观想, 或者是我们冥香, 我们的身体, 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 非常纯洁, 非常干净, 非常透明, 就像一个玻璃碑系的干干净净一样, 我们把所有的负面的, 灰灭心的垃圾情绪 全部派在外面, 然后现在我们的身体 就是内外透明, 就是一个非常纯洁, 非常干净, 变成一个这样子, 这个最后就是要这样子去冥想。 And after we have done this, we now visualize our bodies as extremely clean, pure, pristine, and transparent vessels, as clean o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as a glass bottle. So now that we have expelled our negative thoughts, outside us, we are left in a pristine and clean state. 我们解决一些心灵上的问题。 目前, 科学没有什么办法, 哲学也没有什么办法。 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说一句公正的话, 佛教真的是高手。 但是高手推荐的 这些高难度的 这些训练的方法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用的。 所以我们先用 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一步一步地 往上走。 最后就是我们可以用, 可以修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方法。 However, in respect of the masterful techniques of the Buddhist tradition, for the time being, we need to start off at a basic level and work up from here. It's not possible to enter into the most advanced and advanced techniqu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好,刚才讲的, 这是一个 预备的工作, 预备的工作, 就像我们体育的 惹神运动一样, 现在才是主体。 那么主体的这个训练方式当中 有太多太多的内容, 有太多的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个 我们随时随敌, 包括肚车的时候 在马路上都可以涌得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 如果是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的话, 那么办公室 如果稍微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这样子的话, 那么就把门关上, 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当中 都可以用。 因为这个简单, 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所以就叫做生活当中的禅锈。 但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不去训练, 不去修, 就我们感觉不到它的效果。 如果我们去喝了这杯水, 我们才知道, 它是热的还是冷的。 如果我们永远都不去喝, 就站在渊源的地方去评价, 那么永远都不知道 它的真实的价值。 好,现在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全身关注我们的所有的主意里, 就集中在一个脚点。 那么一个脚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熟字。 我们开始输我们的呼吸。 这个熟字是什么呢? 因为呼吸就是离我们最近的熟字。 所以我们不要去想太复杂的东西, 不需要去想太多的书血上的公式等等。 呼吸离我们最近最简单, 随时随刻都有, 所以我们随时都能够用得上, 通过这个方法来训练。 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我们的心思维上一个构点, 一个数字。 这个熟呼吸的方法有特别多。 佛教里面南川佛教, 南川佛教也有熟呼吸的方法, 藏川佛教也有熟呼吸的方法, 都是大通小乙的。 那么熟呼吸的方法当中呢, 有些方法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我们熟呼吸的时候呢, 呼吸两个是一个数字。 然后这个呼吸我们熟的时候呢, 不需要刻意地去跳快和跳慢。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怎么呼吸就怎么呼吸可以的。 这个数字我们从1到7, 1,2,3,4,5,6,7。 然后数到7以后呢, 由从1数到7, 我们不能数到8、9、10这样子无限的数。 因为8、9、10、11、12、30、50、70、80这样子的话呢, 然后还是需要去思考,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精神比较分散, 所以输了7就要回来, 从1有输7, 输了7又回到1, 每7个数字就是1柱, 就是作为1柱。 The reason we don't count beyond 7 is because doing so would require us to think, and thinking will lead our minds to wander off. so it'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count in groups or we count in batches of seven. 那么输呼吸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有一个念头在注意这个数字, 但是所以呢, 我们的心还不是完全是平静的状态。 还有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输呼吸的念头, 它在输1,2,3,4, 所以还是有意识的活动, 这个活动没有完全停止, 所以它不是绝对的精致。 Because in this meditation, we are focusing on counting our breath, there is still some activity of our mental consciousness, our minds are thinking or have the thought of counting, so they're not in a complete state of calm abiding, there is still the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the counting of breath.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感觉到, 一定会感觉到, 这个一下子这个周边的所有的这个整个的世界,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宁静, 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安静, 虽然有一个医师, 他在工作, 他在树这个数字, 但是呢, 我们同时可以感受到一个, 非常平静的时间。 However, even though our consciousness is concentrating on counting our breath, we will nevertheless feel a very pervasive state of calmness and tranquility in the world around us.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非常混乱的这个医师, 没有规律, 没有刺低, 没有这个程序, 一个这样子的非常混乱的状态, 然后让他就集中到一个脚点, 然后专注一个数字,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就很多的这些混乱的, 这些稍微比较规范, 这个混乱的状态就是稍微变成有点规范,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很宁静的状态。 And the reason we're able to enter into this state of calmness and peacefulness is because we are channeling our usually very unruly chaotic consciousness onto a single focal point of counting the breath.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周围的所有的, 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 都变得非常的明显, 比如说房间里面的这个空调的声音, 平时我们做工作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就是根本不注意, 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冷气的声音, 但是一静下来了以后呢, 立即碾这个房间的这个空调的声音, 中央空调一般都是没有太多, 没有太大的声音的这样子的冷气或者乱气的声音都变得很大很大。 And it's when we're in this extremely calm state that even the smallest of sounds will, we will perceive as rather noticeable, sounds that we do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in our ordinary lives, like the sound of air-conditioned whirring, etc. will become very manifest in this state of calmness. 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声音就比较干扰, 比较干扰我们的这个禅宿, 所以尽量的回避,尽量的回避, 尽量的就找一个稍微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 就是脑中趋近, 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 但是尽量的相对比较平静的地方去打招。 And it's because in this situation, small noises and sounds are capable of disturbing or producing this sense of being disturbed, that we ideally should meditate in places that are as silent or as quiet as possible. 然后这个数字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从一一般情况下, 输三个齐, 从一到七再回到一到七, 一到七三次, 输三遍, 输了三遍以后呢, 然后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可以这样子。 或者是, 如果喜欢数, 比较喜欢数呼吸的这种方法,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我们不一定是三边, 五边, 十边, 二十边, 都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大座, 修心, 修一个小时,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数呼吸, 都可以的。 所以, 我们有三遍, 三遍, 七遍, 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移动到另一段时间, 这种方法, 或者, 如果我们喜欢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移动到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有利用的方法, 我们可以移动到一段时间, 或是, 我们可以移动到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移动到一段时间, 或是, 我们可以移动到一段时间, 又可以移动到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移动到一段时间, 然后, 这个完了以后, 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方法。 那么另外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精致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呼吸也不熟了 呼吸也不熟了 我们的所有的思维 所有的意识的活动 全部停下来 所有都停下来 And in this stage we no longer count our breaths We bring all of our mental activity to a standstill We bring it into a state of calmness 就像一个高速运动转动的机器 突然停下来一样 And the way our minds are is like a machine that usually spins at a very rapid speed being suddenly brought to a halt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大脑 然后我们的仪师 所有的这些都停止了工作 停止了工作 这是进入一个非常 更加的临近的状态 So by bringing all of the activity of our minds of our brain to a standstill Then we are able to enter into an extremely calm state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条件 我们到这个 时夜比较光阔的地方 比如说山上 前面是海 这样子的地方去搭坐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外面的天空和我们的心 似乎就是仿佛融为一体 这样子的感觉 If on a day of good weather we go to a relatively open space like a mountain overlooking an ocean If we do this meditation in this kind of setting then it's possible for us to achieve a state where we feel that there is essentially no divide between the ocean in front of us and our own minds they are essentially abiding in a state of unity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分不清 外面的虚空是什么 和我们的精神是什么 仿佛就是这两个 大破了所有的阶线 融为一体一样的感受 and this feeling is one where we're unable to draw a line between the outside world around us and our own minds or our own spirits essentially they have become one and the same 所有的阶线都融化了 那么这个当中呢 心跟虚空 虚空跟我们的一时 融在一起 在这样子的感受当中 这个抱持这个持续 用佛教的话 就讲 平时都就用两个词 叫做安住 就安住于这个境界当中 我们的身体和心都能够 可能够几度地放松 平时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 睡眠的质量不是很好的人 的这个睡眠 或者是我们很辛苦的时候 很劳累的时候 坐下来 歇一会儿等等 这些时候都达不到这种 极度放松的状态 这个境界当中 没有焦虑 没有压力 所有的阶线都融在一起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焦虑 所有的执着 所有的灾乎 所有的不开心 都融化在这个虚空当中 所以我们会感受到一个 非常临近 绝对静止的状态 然后我们如果在室内打着 不在海边 不在山上 如果在室内打着的话 那我们的眼睛 这个时候不是往下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在对面的 对面的 比如说我们面对的墙 墙上的某一个兔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兔 或者是我们自己 可以画一个兔 一个圆圈 我们佛教里面呢 它一般是写一个字 写一个字 字它会写什么呢 就写阿 藏文里面有一个阿 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写 这个翻文的阿 阿是什么意思呢 阿就是所有的字 所有的发音 所有的音的来源 就是基础 我们的这个临近的状态是 所有的这个情绪 都灰归的 灰归的这个 最最最最 这个本来的棉目 最本来的棉目 都是灰灵的状态 它是灵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阿字 或者画一个灵 或者是画一个什么字 字都可以的 字或者图像都可以 我们眼睛 赚住这个图像 就可以的 如果我们发生这个 这个方法我们随时随敌都可以用 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路上堵车的时候 如果有两分钟三分钟这样子的时间的话 也是可以绣 随时随底都可以用 所以就是生活当中的差 and because this method is one that we can put into practice anywhere at any time even if we've only got a couple of minutes while we're sitting waiting for the traffic to move because it is so able to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everyday life we call it everyday meditation 然后这个训练好了以后呢 训练的比较好的时候 它自然就成为我们的生活都成为禅宿当中的生活 and it's when we have developed our practice in this meditation we have developed our training in this meditation that in actual fact our life will take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meditation 什么叫做禅宿当中的生活呢 我们比如说有人来抱怨我 有人来骂我 那么我正在听他在骂我 但是呢我的心可以完全可以如如不懂 但是我可以他骂我 and when we talk about life taking place in the midst of meditation we there is we can understand it for example in a situation where someone is insulting us is saying insulting words and we don't react our minds remain very still and this is a case of liv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meditation 这个时候从别人口里出来的这些骂人的语言 这个空气可以震动我的耳末 但是呢他的语言就不能来动摇我的心 这个时候就达到一个境界 佛教 佛教徒有一句话叫做 人忙 信不忙 人要处理很多很多事情 要说话 要工作 但是呢行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瓶颈 所以呢人忙 信不忙 and if we're able to cultivate this kind of training then we can reach a state that the Buddhist tradition refers to as being one where the person is active or the person is busy but the mind is not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人忙 信更忙 The way we are though in our current lives is we're in a state frequently where not only is our person busy but our minds are even busier 这是因为我们比较着急的时候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呢我们的心记得不得了 特别特别的记 然后呢这个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去骂人等等等等 又出现一些这些不文明的这些行为 其实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是我自己记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时 人稍微有点忙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更加的更加的忙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 Many people these days exist in a state of great perturbation where they're extremely busy their minds are very perturbed they blow things out of proportion in actual fact the things they have to deal with are nowhere near as serious as they are regarded or as the way they're being treated and on as a result of feeling so stressed and uptight and highly strung people say nasty things and all kinds of negative behavior ensues and this is a very unfortunate and negative situation 还有一个呢我们平时 就是我们人线 性盲 我们人没有什么事情做 掀下来的时候 没事赶的时候呢 然后性就是忽视乱想 到处横肥 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就是人闲 心盲 there's another situation where the person is at leisure and the mind becomes busy 如果这个禅修 修得比较好的话 这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 观力情绪的方法 情绪观力当中的 最好的观力方法 就是这个 if we're able to really practice this meditation method well if we're really able to train ourselves in it then it's really a most ideal way of managing our moods and mental states 这个时候呢 叫做禅修当中的生活 我们生活里面的很多诗青 就在这个禅修当中精醒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that we talk about life taking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meditation 然后这个基础上 有太多太多的 这个精神上的 训练的方法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那就是进一步的去了解 进一步的去学习 and in addition to this there are a vast number of other beneficial meditation techniques for those that are interested I would urge you to learn more about them 今天的我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大家都很认真地听了 非常的感谢 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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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